电视剧《归录》,陆颜诚绅是真心不咋地。 原著不能说一模一样,论惨是同款。 归小也就一开始拿到一手好牌,中途和陆颜诚谈着恋爱,自己爸妈他房就在一瞬间。 归录,陆颜诚绅是知识点,亲爸老陆开汽车修理厂,规模不大,经营不善,借了外债一百多万,还不上卖儿子抵债。 录妈早前受不了录爸家报相,离婚改嫁一警察,也就是陆颜诚后爸。 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,直到后爸生了一点点大病,麻烈地走了。 家庭主妇型的录妈get不到money,吃了陆爸这口回头草,陆颜诚没饿死,心逼去死了。 就说第一次参加高考,陆颜诚报了警校。 陆爸想起陆颜诚后爸,小心态爆炸,用极其野蛮的方式,限制了陆颜诚的人身自由,导致陆颜诚错过考试。 友情小提示,此类违法行为切勿模仿。 甭杠什么家长不家长,侵害到公民权益就是不对。 抢洗得住拥有同款陆爸。 此为分差点。 原著小说,陆颜诚复读上了大学,第二年当了兵哥哥。 龟小爸爸出轨,妈妈重病。 忙于训练的陆颜诚连句安慰都给不了。 两人这一分手就是十年。 电视剧改了陆颜诚身份,没改异地设定。 前上司推荐陆颜诚调回北京,继续担任特警爆破队长兼教官, 达成了龟小和陆颜诚复合的前置条件。 不争气的陆爸不想还钱,勒令陆颜诚入赘债主家, 激得龟小,偷偷抹眼泪。 坏人变老了还是坏人? 惊不惊喜? 亦不意外? 陆颜诚当冤大头扛了陆爸的一身债,这事儿才算了啦。 龟小念念不忘陆颜诚是可以的, 就是以后嫁过去,能保陆爸不会再作妖。 且行且珍惜吧。